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针对敏感肌肤我们还是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通常情况下如果我们敏感肌还是属于一个皮肤屏障 非常薄弱的时候 其实我们是不建议注射水光针的 但是如果只是一个轻度敏感 比如说局部的可能有点泛红 或者是有一点毛细血管扩张的话 其实在我们现在很多的水光针的产品里 主要是一些中胚层治疗 比如说我们的菲洛加还有动能素 其实它对于我们的这种症状都是有改善作用的 所以其实在现在的整个的皮肤治疗上 主要还是要靠我们的美容皮肤的医生 去评估我们皮肤的状态 那么什么时候我们可以用这些手段达到一个治疗的效果 那么什么时候呢 我们需要给皮肤一个更好的养护 让它呢可能先恢复它一个皮肤的屏障 然后再进行水光的治疗 那么这些手段达到一个皮肤的状态 然后再进行水光的治疗 那么这些手段达到一个皮肤的状态